海浪拍打在鹅卵石上 这里是位在南田村的海边 在地居民表示 曾经这边拥有一片距离海浪 100公尺长的沙滩 不过海浪逐渐往陆地侵蚀靠近 距离村落只剩30公尺的距离 村长表示若是碰到台风 海浪甚至会直逼民宅 担心往后十几二十年 现在的居住地将被海水淹没 在十年或二十年过后 可能我们的自己的 真正的属于我们自己的土地 都要被掏空掉了 到时候要到我们南田部落 我想要来的各位朋友们 务必也要准备 带上你的泳装或比基尼 可以来南田爱与海岸 在我们想象中 海岸线越来越靠近的时候 我们会怕 如果说不到第几代的时候 我们的会不会 这个土地还在不在 海岸线逐渐往村庄靠近 在地居民也相当忧心 虽然靠近村落有设置消波块 主要也是希望减缓海浪的侵蚀 台中县政府建设处水利科表示 大自然的力量难以阻挡 目前也只能用河道整理的方式 把挖出来的土石拿来养滩 减缓侵蚀的速度 我们也是希望它能够做一个减缓 因为大自然它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 那我们会用河道整理的方式 河口允许的话 我们会把它带到那个河口 那可能大自然台风来的时候 它就把它带下去 大概也只能这样子去做到一个 没有办法直接来 但是还是间接去补助那个沙远的部分 今年利用潮浦省有隧道挖出来的土石 在大鱼港南端进行养滩 以及设置消波块 希望保护南回公路沿海路段的侵蚀 公路局到工段表示 收到减缓的成效 未来也会持续朝这项做法来规划 尽量守住暗季的流失 云市新闻误觉台东达人采访报导